从原始图腾到京剧艺术 再到莲普工艺 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赋予他们创作的灵感和激情 精美的莲普工艺又为我们的生活增添几分传统文化之美 一勾一抹之间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绝活 本期农广天地为您介绍固安戏曲莲普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观众朋友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们都知道京剧是我国的一门特色艺术 在历史的长河中 它不仅对其他类别的艺术影响很大 而且还衍生出新的艺术种类 比如说京剧莲普 起初京剧莲普只是京剧艺人的自娱自乐 随着京剧影响的不断扩大 人们对京剧的喜爱日益加深 京剧莲普便逐渐发展成民间艺人的创作品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非常著名的 固安戏曲公益莲普 正好关注公益莲北京剧场 长平和 往前装备 往后装 脸谱是中国戏曲舞台上 人物造型的一种表现手段 是戏曲演员 面部化妆的一种特殊形式 一般采用油色或水色 直接在脸上化妆 即图面化妆 在戏曲演员化妆时 需按角色来分配图案和色彩 并不能随意勾画 因此每个人物角色 都有着约定俗成的谱式 这就是戏曲的脸谱 戏曲脸谱以其变形抽象的造型 鲜明独特的色彩 成为戏曲艺术的视觉体系中 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不仅蕴含独特的审美形态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戏曲脸谱的产生与发展 是在戏曲表演艺术 长达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独特 缤纷 瑰丽的脸谱艺术 到了清代 以京剧为首的各大地方剧种 已经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艺术风格 和表演方法后 戏曲艺术与民间美术相互碰撞 置换 交融 在民间巧匠手里一勾一抹 戏曲舞台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 被描绘在特制的面部模型之上 随之衍生出来了戏曲工艺脸谱 这一特定的文化遗产 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 发生和发展着 如今 各地的戏曲工艺脸谱 其已成为戏曲艺术的视觉表达符号 如京剧脸谱 川剧脸谱 马韶脸谱等 这其中 河北省廊坊市的孤安脸谱 兼收各家之城 以京剧脸谱为主 吸收借鉴了川剧 玉剧 乐剧等众家之城 别剧一格 基成并弘扬了中国戏曲文化艺术的 这一脉香火 使人物形象深入到百姓的生活 顾安的脸谱的制作记忆呢 这个历史也比较长了 它也有这个一二百年的历史了 它这个项目一个特点呢 就是现代人吧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外国人了解京剧 从了解京剧开始呢 他对这脸谱非常感兴趣 他这个进入保护 省级保护名录了 我们现在也是想着把它申报成国家项目 对于了解传统文化 了解中国的戏曲文化 中国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审美 还是很有很有意义的 一身戏服 一把折扇 一回首 一副秀 举手之计 转瞬之间 白往黑来 变幻莫测 五彩的脸谱 翻舞着历史的篇章 这就是 与脸谱结下了 不解之缘的 焦影明 焦影明 深厚 由来已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 清嘉庆年间 在这个清朝历史上 有个叫焦巡 他祖籍是扬州 也是清朝的一个官员 他是中国的著名的经学家 也是戏曲理论家 我许有说 比如说 花布奴团 一一取鹿 这些都是中国的戏曲经论述的 以后他的后人呢 就是有到河北 河南 山东 还有回到扬州的 所以我们这一支呢 就是在留在河北的 顾安连谱 即焦氏连谱 其创始人焦璐 活跃于清朝同志年间 赤民国初年 第二代传人焦润生 搜集整理了很多连谱普世 到第三代焦祥和第四代焦树芬 已经绘制了数量可观的戏曲连谱 第五代焦伯方 不仅是专业剧团的演员 还是京剧连谱的绘制高手 焦颖明自幼受祖父焦树芬和父亲焦伯方的影响和传授 六岁学书法 十二岁学美术和泥塑 自幼打下了美术书法和泥塑的牢固基础 长大参军后四年宣传工作 天天搞美术 美术的功底愈加扎实 赋原回家后 他一门心思做起了连谱艺术 并将它兴盛起来 作为顾安焦氏连谱第六代传人 焦颖明秉承祖辈遗风 对艺术十分笃成 苦心孤艺三十余载 除连谱之外 游善书法 古琴 逍遥唱 琴韵宁思雅至心 信手谈 贤底松风 素古今 在当今工艺莲谱制作的一海中 顾安系曲工艺连谱 别具一格 形成制作古朴 底蕴深厚 体现传统而又贵在创新的艺术特色 我的用色 包括的构图结构 既来源舞台又高于舞台 比舞台精细的太多太多了 但是同样呢 也完全被经济这些艺术家 完全的去认可 顾安系曲工艺连谱的艺术特色 首先体现在它的用色上 其用色与严谨中而求变化 所谓严谨是指 顾安系曲工艺连谱的用色基调严谨 在系曲连谱的发展过程中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 以伦理道德为本味的传统文化影响下 脸谱的色彩寓意被约定俗成 赋予它浓重与褒贬别善恶的道德化的评价色彩 使观众能目视外表 亏其心胸 而焦颖明在制作 顾安系曲工艺连谱时 就牢牢把握了这一点 严守用色的基调 色彩是代表的人物的性格 你比如红色就代表中意 比如说光宫就比较中意 蓝色代表刚强小勇有心机的人物 比如说豆尔敦 比如绿色就代表顽强暴躁的人物 就这个人比较顽强暴躁 陆林人物 陆林好汉 比如说畅尔敬 大家都知道 说这个黑色就代表正义 刚强伯 比如说包工 黑色 还有白色就代表 怎么说呢 阴险 疑乱 肃杀这种人物 比如说曹操 这些白脸人物 像金色银色一般都是神仙鬼怪 严惩用色基调的同时 焦映明在用色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他所绘制的固安戏曲工艺脸谱 在涉色时采用中国传统工笔重彩 多使用红 黄 绿 蓝 黑 白 这几种常见的基本色调 以求色彩明快 对比强烈 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层次感 固安戏曲工艺脸谱的用色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其色彩质感极佳 这要归功于其独特的颜料调制方法 纯天然矿石经粉碎 研磨等几十道工序 再经过特殊的颜料调制方法 形成固安戏曲工艺脸谱 艳丽而不轻浮 沉稳而不识鲜明的独特色彩效果 质感极佳 我们家族这个画脸谱已经很独特的东西 其实也用矿物人的 当然我们自己有独特的这种胶去调整 然后我也做了很长的抗老化实验 像现在我家里面外边墙上挂这个 已经18年了 就是风吹日晒 不掉不变色 固安戏曲工艺脸谱 底蕴深厚制作古谱 可以说每一个脸谱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一个历史的特写镜头 通过反谱归真的艺术手法再现于当今 而达到这样的效果 与它的制作工艺和创新思维密不可分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固安戏曲工艺脸谱 不仅在色彩上有其独到之处 在朴实方面更是与众不同 首先第一个特点 释样繁多 在承袭胶是一族历代前人积累的大量朴实的基础上 焦颖明还不断完善和挖掘 明清以来在舞台上演的京剧剧目中的脸谱 整理出四百多种明清时期的脸谱朴实 真对我来说吧 我对联谱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说 整理出一些已经算是宾民失传 或者已经失传的一些朴实 为整理出清朝时期脸谱各种朴实名录 焦颖明大概花费了五年时间 清朝的时候咱们国家上演的剧目 大约五百三十多处序幕 经常上演的剧目 当然到目前为止 咱们全国的京剧团集中在一起 所上演的剧目也不到一百三十处写 所以都是非常多 当初所记录下的东西 清朝记录的东西 黑白胶片 甚至没有 甚至只有一个策略 当时整理出来之后 你黑白胶片 你给你那个层次 给你对任务人物的理解 每一块色块 什么颜色的 在整理修复还原 早期戏曲文化遗产的同时 焦颖明产生了 要改变那些单调的脸谱 而创造一些 根据代表性的形象的想法 但是 要想在已经格式化的普世里面 更注重融入新的元素 其难度之大 不言而喻 当时八七年 八七年的时候 那段时间 我也觉得比较痛苦 表演出的手法不够丰富 然后连谱就感觉很呆板 好像只是在怀疑舞台的东西 并没有自己的东西 因为连谱已经被格式化了 他给艺术家所留的空间 所创造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你就是在他已经格式化的这个 这个图室里面 然后你还融入自己的风格 还有自己的特色 这一点是非常的难 在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和苦心钻研之后 焦影鸣成功的在传统的戏曲脸谱中 融入了自己独有的特色风格 将美术 书法 雕塑等艺术元素 与脸谱绘制相结合 同时 更加注重图案形象的寓意表现 大胆创新 使得固安戏曲工艺脸谱 在普世演义上焕发了新的生计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关公的脸谱是最为常见的脸谱之一 其几种描绘手法也早已有定论 成为格式化的典型脸谱 三国演义中对关公的描写是 丹凤眼 卧蚕眉 无柳常然 这其中卧蚕眉是关公形象的重要特点之一 脸谱中 关公的卧蚕眉是独特的形状 因为别无他方 故而行内又叫做无双眉 其他派别的工艺脸谱和各地方戏曲 在描绘关公卧蚕眉的时候 都是采用较粗且直的画法 而在焦影明笔下的关公 则大胆地在这无双眉中加入了变化 使其粗中有戏 曲中求职 增加了艺术的美感的同时 也以粗中有戏 暗于关公虽为武将却富有良谋 以曲中求职 暗于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 这样大胆的创新 在增加脸谱观赏性的同时 也使得脸谱形象与历史人物典故 更加贴切 为了表现人物的个性 突破人物真实面目的局限 焦影明在绘制时 着重选择最有代表性的特征 加以夸张并运用到脸谱中 在表现了人物生理形态的同时 还要把其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的凸显出来 在固安戏曲工艺脸谱中 脑门印堂等处通常为表现人物个性 而描绘相应的图案 在固安戏曲工艺脸谱中 脑门印堂等处通常为表现人物个性 也会描绘相应的图案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好寿陈先生 在其著作 好寿陈脸谱及艺术当中说道 许多脸谱把人物的性格或特征 用印堂文或脑门文表现出来 固安戏曲工艺脸谱 就常用额头部分的印堂文或脑门文 来凸显人物性格 例如在整理清朝戏剧闹天宫时 脚影明发现当中所使用的部分脸谱 其相形性并不太明显 脚影明整理还原出 扶 路 兽 戏 四个角色 并融入自己的理解进行改进 通过改变其额头的图案 使其成为更加具象的造型 这些图案大致可分归为三类 第一类 采用谐音方式图案表现人物 例如 符和路这两个角色 就是使用谐音方式塑造图案的代表性人物 你看这个 符字 上面一个一个的蝙蝠 看着脸形 也是蝙蝠的形状 这个脸谱是鹿 这个象形 也是象形 但其实这个象形 因为鹿比较很难表现 但是鹿的特点就是鹿角 这上面 这两个黑色 看起来像 就是鹿角的形象 第二类是通过具象的文字符号 表现于鹅头 古安戏曲工艺脸谱 将书法艺术跟象形脸谱相结合 如 符 路 寿 喜中的寿 将这个寿字写在脸谱额头之上 使人一目了然 这脸谱是寿 这个不用说 一看就特别明白 这个脸谱最大难度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寿字 化妆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个寿字 你要做的就是 一个是非常对称 一个是寿字要张力 这个是特别难做到 第三类是不定式 如服路受洗中的洗 这个洗呢 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朴饰 不定性 每个演员化妆的形式不完全一样 这个朴饰是清朝的一个朴饰 但这个朴饰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 只是一个六分脸的一个侧脸 但是是黑白的 并且这个色彩是不是没有 就是没有色彩 当然整理这个朴饰是最难的 因为它主要这个脸谱不太定式 固安细取工艺脸谱的谱饰 分繁多样 不但额头部分的图案几具特色 还可以通过变换 还可以通过变换无穷的线条 在空间上的不同搭配 形成一个个符号化的图案 绘制在眉 眼 口 鼻部位 形成眉形图 眼眶图 鼻窝图 嘴叉图 嘴下图 而且每个部位图案 都可以生出无数变化 有规律 但无定论 这就形成了 古安戏曲工艺脸谱 千变万化的差异美 在改进单个脸谱的同时 焦影明还整理收集了 许多经典大戏的 众多角色脸谱 绘制成脸谱合集 代表作如 二十八星秀 百鸟图等 其中 这套百鸟图普世 就是根据 经典剧目 雀桥会演绎而来 其中收集的脸谱 多达上百种 可谓真正的 一系百谱 其中 喜鹊采用黑 白 综合三色 色彩对比强烈 斑鸟用色 鲜艳明快 红蓝相应 麻雀则是棕顶黄脸 灰花梅子 尖嘴 形象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安戏曲工艺脸谱 通过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 使每个人物都富有各自的个性 而绝不雷同 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 使人远看性格突出 色彩主次分明 静看 图案精细 文样奇特 既对比强烈 又和谐统一 达到了远看颜色 静看花的艺术效果 同时融合美术 书法 雕塑等 具有神奇的艺术想象力 如今 更多的人通过 顾安脸谱 来了解和感受 戏剧文化 博大精深的艺术精髓 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置身教室连谱的展厅 我们经验于连谱 五彩斑斓的美妙 好似穿越时空般 体会着虚实幻化间的风韵 感受到一种艺术文化 和精神的风貌 每一个连谱 都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历史故事 都是一个历史的特写镜头 刘关章的意在千秋 孙悟空的智勇绝伦 杜尔敦的侠杆一胆 穆贵英的金国英姿 程咬金的粗中有戏 通过凡普归珍的艺术手法 再现于当今 焦影明制作的脸谱 以京剧脸谱为主 融会其他各地方戏曲脸谱之长 自称一派 作品种类翻多 有放在水晶中的树枝脸谱 有可以戴在脸上的纸浆脸谱 还有泥石膏等质地的脸谱 适合五彩缤纷 绘制好的戏曲脸谱 还要配上背景文化内涵简介 继而进行装表 最终成为一幅幅作品 他们就像是从历史长卷中飘然而至 讲述着自己曾经的传奇神话 紧搁铁马和悲欢离合 京剧之后诞生了京剧脸谱 脸谱成了京剧的定型产品 这一特定的文化遗产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发生和发展着 而固安戏曲工艺脸谱 就是其中重要的传承者 同时它也是对传统工艺的挑战 因为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好了本星的网听力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